概的跟各位講一下目前的一個一個情況 有些同學應該已經很清楚了 但是 這個部分的話 像這個手機越賣越貴 那它的相關你要了解就是說 到底它貴在哪裡 比如說它的處理器 為什麼現在 處理器已經進化到哪一個版本 另外最近Intel 它也加入了 Intel之前是沒有 沒有用 就是主要是桌上型的 現在已經跳進來 而且它做得還不錯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去觀察它的效能變化 其實它如果效能達到超過像高通啊 或者像聯發科的話 哇它的 其實看起來應該是有啦 它的單核心可能就 那個聯發科的四核心的效能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特別注意 它的單核心就是 高通的雙核心的效能 而且它的價錢又比別人殺 所以為什麼最近華碩那一支可以賣這麼殺 就是Intel 它就打算要來跟他們 大大大大學拼了 那相對當然 獲利的就是一般消費者 為什麼以前一支 5吋的喔 而且耐摔它是第三代那個康寧玻璃啊 耐摔型的 各式各樣的東西都有 賣不到5000塊 所以獲利的也算是一般的底層消費者 那可想而知 硬體的部分已經是鴻海了 硬體的部分應該已經沒什麼利潤了啦 你說殺成這樣子 能夠賺什麼呢 對不對 RAM有2G RON還16G 已經沒夠用了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現在當然 HDC賣不好 那也是可想而知 2萬多塊也是要賣給誰 好 OK 所以它只能在什麼一些 什麼 相機上面做 做 但是 坦白講了 要說我消費者 除非你跟 什麼 Leica 鏡頭 或者是 Nikon Kano 跟他做合作 上面就打Leica好了 你打Leica 你多1萬塊我願意跟你買 但是如果說你上面是打HTC 我幹嘛跟你買了 對不對 就是說那個 品牌迷思還是有的 就上面的鏡頭 你的那個價值要提高的話 還是需要的 所以為什麼 剛剛有討論 Apple為什麼賣這麼貴 因為Apple就是一個品牌 那個蘋果 它其實就是 就是一個名牌了 對你說HTC跟一個Apple 蘋果 咬一口那個 再怎麼樣的話 它的價差就至少1萬塊了 我感覺啦 就是有那個 品牌的這個價值存在 所以台灣的那個硬體廠商 也一定要在這方面做做努力 那Samsung呢 當然已經出到S3 S4 然後S5已經出來了 那那個 華碩的創意還不錯 它自己有走一片天 我覺得它那個 就是插上去那個變形 真的還蠻好用的 其實我 我自己是用它東西 用的還蠻多的 所以它那個變形平板 我自己是用這個東西 我覺得真是超好用的 因為插上去又可以充電 又可以放大 它又是一個隨身的 行動電源 然後 又耐摔 真的超耐摔的 因為我家小朋友 我跟小朋友玩 它摔好幾次 沒破耶 如果iPad的話 完蛋了 一摔下去 面板碎掉 原廠報價 9800多塊 碎掉 一定碎的 那華碩的那個 面板的好處是 它是用康寧的玻璃 真的耐摔 因為我親身試驗過 真的耐摔 也真的不像那個 Apple的 一摔 或者Samsung 摔下去 我朋友 有一個朋友 他是摔碎了 他說原廠報價 要好像五六千塊 OK好 其他的話呢 這個市占率 已經打敗 iPhone 沒有問題了 另外就是說呢 這個各界的 手機的變化 現在 從 11年 這已經 大概超過 那個 超過iOS 已經太多了 這個應該沒有 沒什麼問題 現在已經 可能已經市占率超過八成了吧 Enjoy 然後其他的 各家的變化 我想很多 不過Nokia已經成為歷史 因為他現在要改名了 他不叫Nokia 他叫做 叫做Microsoft Mobile 就是 微軟移動了 所以很慘 他這個也是 可能被微軟的那個 這個計謀給 因為他就是 那時候 什麼 就給他Windows Mobile 7 就沒多久 就跟他講說 Windows 7已經 不更新了 直接升級到8 但是8又跟7不相容 那Nokia全部的手機 都做 Windows 7 所以要把它故意 讓它倒 然後再把它買起來 OK類似像這樣 然後其他的話 類似像 那平板的 趨勢大概從那個 最早是 Kindon Fire Yamashun開始 他開第一槍 結果平板一路就一直下滑 價錢 從iPay 兩萬多塊 現在已經沒兩萬多 現在已經大概幾千塊也有了 所以現在你會發現 平板這個市場 也是一路 這個 一路的這個 這個 越來越便宜 效能越來越好 OK 那這個也是一個趨勢 甚至不用花錢 那iPay 從iPay到iPay mini 它的市占率當然也一直下滑 現在已經不到50%了 OK 那可想而知的 相關的這個產品 會越來越好 當然Apple的需求也會越來越高 所以這個大概有個概念就可以了 那服務 其實他們主要賺什麼 其實最重要就是什麼 內容 就是數位內容 因為你 這麼多硬體 這麼多的雲端服務 但最後上面要放什麼 你會發現啊 你不可能只一直玩遊戲吧 所以商業用途會慢慢出來 所以很多公司 我剛剛講 可能將來 你們上班的時候 桌上沒有PC 給你一個平板 叫你要做事情 那你要怎麼辦 還是要做啊 事情要做出來 所以這個是一個趨勢啦 然後 這個內容部分的話呢 至少 Yamashin開可以賺 把那個 就是說 沒有賺到的錢 把它賺回來 OK 那這個是相關的平板的介紹 好 那 趨勢的話大概 會有幾個啦 反正CPU現在4核 可能8核了 螢幕的話 從4吋 4.5吋 一直到5吋 可能 但6吋可能太大了 但應該它會做到沒有邊框了 所以你會發現手機沒有變大 但是螢幕變大 而已 那解析度的話 已經超高解析度了 那個畫質 清晰到真的是 比相片的 畫質還更好 所以這個部分 NFC NFC的話是 短距離有點像悠悠卡 這樣的 短距離的這個技術 甚至你可以拿它來做 一個小額付費 所以現在手機付費 已經不是問題了 不過用的比較多是 就是QR Code 為什麼因為像有些 那個你搭高鐵的話 它會給你電子票證 就是QR Code 你掃 掃過的話 是一個QR Code 所以 後面各位可能也要想一想 如果你的App做出來 假如你不傳到Google Play 因為不是所有的App 都一定要放在Google Play 所以如果你不是放在Google Play 上面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讓人家 用一個QR Code 直接 就可以裝在 手機上面 很簡單的裝 上去 這個我想我會補充一下 所以以後你做完之後 你每一個都可以做一個QR Code 然後每一個都掃到這些手機 看一下 這個方 這個結果 OK 而且 你會發現 每一支手機裝起來的 結果都不太一樣 因為會有解析度版面的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後面 我會再跟各位做介紹 另外的話 還有LTE 也就是說那個4G的上網 那個速度要更快 不過 這個部分的話 目前 也還是卡在那個 就是基地台業者 因為那個平寬即便加大 可是你的基地台不夠多的話 也沒有用 因為現在有時候就是說 你連不上線 尤其像台北車站 像昨天晚上應該很難連上線 昨天晚上應該很激情 我不知道昨天晚上發生什麼事情 一覺醒來看到好多 好多什麼 什麼鎮包車什麼什麼 我還好來的時候沒看到 OK 然後還有評價 智慧型手機 我剛講的 五千塊不到的手機 功能就全套都給你了 這個恐怕很難想像 另外還有像智慧電視 以後家裡的電視 可能一打開就再Enjoy 對 像我最近有買一台 奇美的 那已經Enjoy 就直接可以看 YouTube 直接可以看YouTube 直接開起來也可以裝App 沒有問題 像現在智慧 那種棒 Enjoy的那個智慧電視棒 那很便宜啊 什麼功能都有啊 要看那種各台電視啊 PPS 什麼都OK啊 所以可想而知 這些東西 已經 席卷 所有你 十一住行 就是十一住行以外 就是一些娛樂 通通都包含在裡面 然後 電視啊 汽車啦 汽車也是一樣 像剛剛講那個 就是Google跟 Audi 無人駕駛車 還有Honda 像台灣 這個是台灣的Luggen 它已經跟HTG合作 直接可以插上去 另外的話 行車記錄器啦 導航等等的 這當然就已經沒問題 還有呢 透過什麼 透過智慧 行手機可以去 控制所有家電 還有就是一些 家裡面的一些 那個保全等等的 這也不是問題了 需求其實非常的大啦 其實我們可以把那個 現在網站的一個經驗 歷史拿來跟 App做一個連結 你會發現很像 大概差不多20年前 然後那時候 網頁剛新奇的時候 那個時候很貴喔 那個技術光做一個配具 剛開始都要幾千塊 以上啦 可是慢慢慢慢 下滑 現在不用 自己做就OK了 那 以前那個什麼 動態網頁技術剛起來的時候也是一樣很貴 可是慢慢的 因為這個技術 普及了 所以其實價錢又一直往下滑 App其實也是類似的 所以目前呢 網路上面有註冊的大概2.15億個 可是App目前 活躍的大概6億多 可是App目前的總數 其實加起來 大概就是這個是比較舊一點的 大概全部加起來超過100萬個啦 那這個資料稍微舊一點點 不過理論上 目前 Android的App數量也超過 這個 那個iPhone 就是那個 iOS陣營的 那目前的話 我們現在這一張比較新一點 就是說呢 在去年的第2季 已經超過了 這個iOS陣營了 不過呢 隔壁那一張是 破例啦 就是說實際上呢 就是說如果你是用付費的方式 直接線上去 訂購 然後付費的 比較 就是賺的當然Google Play 的陣營會比較少 不過呢 後續的效應 比如說掛廣告上面獲益 這個沒有被估計進來 也就是說 恐怕如果你是Android的話 你要去考量到 就是說 你要第一次就賺錢 不太容易 但是你要放長線釣大 你要先給他用 或者還有什麼經營方式 比如說你有一個是免費版 一個是付費版 你先讓人家去使用 他覺得OK 他再去付費 或者是說呢 你那個免費版上面掛了廣告 你可以透過廣告獲益 或者是說 你可以去行銷你們公司的東西 就是說 他這個App 其實基本上 只是廣告行銷而已 那至於做的效果如何 我想這個 當然就是要 要後續的評估 所以 就是每一個 App 後面 下面都有那個評分 你可以看 那現在看起來 即便是大的公司 做的App 其實也 不見得說 那麼好 像最近 前一陣子那個遠通電 電收 那個 ETC 有沒有 那個就被人家罵了 罵翻了 功能其實還是做的沒有很好 OK 其他的話 這個地方 在產官學界 官方的部分 慢慢也會要 要做App 然後 相關的 怎麼樣成為應用達人 我想這部分 可能要稍微去了解一下 就是說 基本觀念 你們在設計的時候 一定要有概念說 它跟PC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 如果 有些同學以前是 就是在PC上面 做開發的話 你慢慢要 去了解 就是比較 跟那個智慧型手機有什麼差別 第一個的話 就是 更快的處理器 它的速度 其實 基本上已經 慢慢超過了PC的 另外第二個是隨時開機 它等於是沒有開機的問題 PC你還回去它要開機 第三個是隨時上網 它 always online 然後呢更快的上網速度 還有第五個是GPS GPS這相關應用 很廣泛 它可以馬上知道 你現在的位置 直接 告訴你這個附近有什麼樣的餐廳的話 那就直接可以抓什麼 抓那個GPS 那第六個是無線傳輸 比如說藍牙跟 跟那個NFC等等的 那其他的話 大概有 還有什麼什麼 一些 控制的Sensor 比如說什麼傳感器 或者是什麼水平儀 或者是陀螺儀 諸如此類的 如果說 你要做一些其他應用 你就可以利用這些Sensor 所傳遞出來的訊息 去做後續的動作 那當然最重要就是說 可以讓使用者 完全不需要輸入 就可以給他 他要的 訊息 比如說他坐車的話 他馬上可以知道 他是Location 然後去偵測說 離哪一個車站最近 自動告訴他說 附近車站的火車時刻表 那這樣的話會比較合理 不然的話 還要讓 User去輸入說 你現在在哪裡 這樣感覺就有點Law了 所以盡量就是說 讓User 盡量不要Input 沒有Input 自動 可以感應 甚至是什麼 坐公車也是這樣 自動偵測說 附近的站牌在哪裡 或者說你要搭小黃的話 自動偵測 告訴小黃說 你在哪裡 比如說 最好是 一鍵就可以完成了 按下去 小黃就自己知道你在哪裡 因為他 傳遞你的Location 給那個小黃 他馬上可以 看幾分鐘回報給你 甚至那個數字 也可以馬上出來 另外甚至可以在Google map上面出現 小黃現在在哪個位置 那這樣感覺就很棒了 功能不用太多 但是 就是要到位 OK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 你不用想很多啦 讓使用者怎麼按按鈕幹嘛的 或者是做後續動作 盡量不要 那其他的話相關的 應用部分 我建議各位也要花一點時間去了解 如果你對硬體設備不熟悉的話 恐怕要去 比如說像Rooter 不知道哥本有沒有Rooter過 因為有些App 你一定要Rooter之後才能安裝 所以Rooter應該知道吧 就是 管理者啦 因為你手機出來你是 User 你要把它變Rooter 才有辦法做一些進階的動作 OK 另外還有其他 像安裝非Google play的App 因為如果你一般是只能裝Google play上面 下載的 那如果說你是 從外部 像我們寫好的要傳過來 它會出現無法安裝 所以你必須要在應用程式裡面找到 位置來源的那個選項 你要把它打勾 不然的話 連安裝都不行 很多同學好像都不知道 像我之前上課的同學說 老師不能安裝 對啊 因為你那個位置來源選項 沒有打勾 另外還有一個什麼 USB除錯 那個有時候你接USB有沒有 會不會要打勾 不然的話你開發的時候也會有問題 所以在手機的設定上面 請各位務必花一點時間 去熟悉 你的手機 第一個 還有相關的什麼 你的CPU多少 你的RAM多少 你的ROM多少 最好 一支手機不夠的話 盡量多一支手機 或者是你多去了解別人的手機 這個也是有必要的 再來就是說 相關的App 我講過 你要去 設計出一個好的App 之前 你要先知道哪一些App 為什麼它會受歡迎 下載次數 為什麼會高 那你自己如果將來 可以做出一個App 放在上面 假如它的下載次數有破百萬的話 我跟你講 你可以把那個破百萬的 當成是你履歷上面的 一個很重要的 項目 不得了 你根本破百萬 你放上去根本 不用去找工作 人家來找你 所以如果你可以 做到破百萬的 境界的話 那這樣你就 不用找工作了 工作會自己來找你 這種感覺 OK 那其他相關的 這個 大家去了解 那模擬器當然很多啦 其實模擬器各位可以玩玩看 我在雲端上還有放一個 模擬器 就是說 因為你有時候不只是在手機上 可以安裝 在PC上也可以裝模擬器 也可以把App 下載 到那個模擬器裡面玩 這個在雲端上面有放這些東西 其實還蠻好用的 那甚至 玩遊戲 還蠻好用的 因為在PC上 電一定畫面比較大 還有就是說 相關的App 太多了 這也有什麼 像這個 Sky Map 不知道根本用過 就是說如果你現在想要知道 天空上面 尤其是 你 跟 朋友去看夜景 或者看 跟異性朋友去看夜景 的時候 很浪漫 然後你 告訴他說 那顆星要什麼 我知道 你就把天空地圖拿出來 一照 那顆星 馬上就顯示出來了 那感覺 蠻奇妙的 蠻奇妙的 OK 然後 還有像那個什麼 我的足跡 這個以前需要用一個什麼 軌跡記錄器 現在不用了 手機本身就有了 這個我也常用 還有像手機本身的 也可以拿來當 行車記錄器 像 我車上我也是也試過把它拿來放在車上當行車 因為 你買行車記錄器要買很高檔的 鏡頭才會夠好 那我有一支手機是太幻下來沒有用到 想說沒地方放不然就放車上好了 Sony的鏡頭 Sony的嘛 Sony的鏡頭不錯 拿來當行車記錄器還不錯 就裝App 它就變成行車記錄器了 這個 這個行車記錄器 你打關鍵字行車記錄器也有 另外呢 如果你要 算風水有沒有 這個哪個方位最好 你就把風水羅盤 拿出來 馬上知道 家裡的哪個方位 最適合住人 OK 這個是風水羅盤 這個有些相關的應用 我想各位都要去 試試看 那不要 當然其他那個Line 或者是 什麼話的App 這個當然不用講 諸如此類的 所以這部分的話太多了 請各位務必要花時間 去了解這些 因為如果說你的使用量不夠多的話 說真的 你要設計一個 好的App 其實真的還是有一點點 距離 OK 那相關的 目前的 這個 最愛下載 Android App 台灣目前是在 第三位 這個比較舊一點 不過基本上大概都是這些國家 那工程師需求 目前Java 佔的 大概第1第2 這個我想應該也是 趨勢 目前人力銀行需求越來越高 至少都是幾千人的需求 OK 那這邊有一個 像之前有同 這個是一個 一個學生 直接PO 問我說有沒有相關的那個 他是說 這個 4萬5到6萬 男生 他問我說有沒有 可以 他弟弟的廠商要找人 其實 一直都有 類似 身邊有很多廠商 或者 朋友 會問到 有關有沒有App 可以的人才 所以這部分的話 還有什麼呢 這邊有一個是什麼 月薪 5萬起 不過是 可以有哪些 平時工作可選擇在家 或 公司 完全彈性 工作時間 無特別規範 依 個人習慣為主 想工作就工作 不想工作就可以去度假了嘛 然後 三 這個當然好 然後27吋 可以無限 月薪 5萬起 保障年薪 13個月 OK 當然不過我講過啦 這個是屬於 你要一點點 一點點 基礎 一樣能夠拿出 所有的東西 確定你是OK的 人家才有可能會給你這些 其他 這個是學生 以前 以前的學生做的 他把他放在 他是做一個這個 紫蘭針 紫北針 我覺得還不錯 還有一些什麼 雲端叫號的 還有做什麼 胡適達人的 如果你以前是做 胡適相關的也可以做 還有什麼 祭事本 也是出差 或者做一個小遊戲 等等的 OK 然後 還有什麼找車的 比如說你現在車停哪裡不知道的 你可以把那個拿出來 就可以知道說你現在的方位在哪裡 那 我覺得啦 我看到就是說 他 之後發展比較好的同學 都是一定要做平 而且要很 往這個方向 無論你做多少 還有一個同學是 怎麼講 他做App 已經做上癮了 一直做 一直做 反正同樣好東西 雖然做的 坦白講沒有說很 很怎麼樣 但至少他有 他有之後 感覺他有在修正 所以他會越來越好 所以先求有 再求好 至少你可以 讓人家看到 之後呢 你可以再更好 這個也是階段性的 不可能說你一下子 馬上就可以 做出很怎麼樣的App 出來 OK 那剛剛的部分是有關 就是 剛剛跟各位開個頭啦 那相關的新聞 相關的訊息太多了 我想各位可以再 再多一點時間去了解 因為我講過啦 其實說說真的 你純粹coding要能夠 發大財 太難了啦 除非說你要真的是非常非常厲害的 不然的話你就是要 就是 比較open mind的方式 去了解一些需求 其實一般users要的東西 其實其實說真的 都沒有很 沒有像你想像中那麼困難 他們的要的東西 其實都很簡單 最好功能都非常簡單 就單一功能 按下去 我就 我就可以找到我要吃飯的東西 或者像剛剛同學好像有什麼 線上訂 訂便當嘛 你就可以做個訂便當的App 對不對 我要訂便當按下去 第一個他會先偵測你現在的位置 第二個告訴你 他怎麼跟你眉合 那你也可以去跟 怎麼講 去找廠商嘛 反正呢 我的廠商越多 媒合的機率越高 或是要抽成 我當仲介 哎 其實 就是你的利潤來源 所以像之前有 有一個 有一家小公司吧 他們也是這樣 幾個好朋友 找一找 就是做了一個App 找附近的餐廳 然後呢 有打折 就跟附近餐廳 算是 商量 如果 我帶人去的話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 抽成 之類的 發現人家也是闖出一片天空 還有前一陣子有一個 就是很簡單的一個App 叫什麼 幫他過濾那個 過濾 廣告電話那個 那LINE就給他收購了 好像花了6億台幣 裡面員工只有 幾個 6個 好像6個 花了18個月創業 就成功了 18個月 就賺了6億 呃 員工好像 才5 6個吧 所以一個人 一年半分 1億 哇 那就可以退休了吧 喔 不是每一個 他的功能 就很簡單 就是什麼 過濾 廣告電話 所以他們剛開始 沒辦法做起來的原因是因為 廣告的 電話 資料庫 太少 所以之後他們廣告 然後 那個那個電話資料過多之後 比對就很成功 很容易成功 而且可以回報 廣告電話 他就可以再 漸進去 所以這個 其他功能非常簡單 第一個是查詢 雲端的資料庫 有沒有這筆資料 有 回報 沒有 這個如果新的 可以新增進去 OK 類似像這樣子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就是 有關